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过验证 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 公文中说 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两千年后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 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以此盗绝迹下 随着甘肃省靠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 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 玄泉志 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 办公区 住宿区 马厩 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 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多件 其中汉代减毒便有一万五千余枚 自十九世纪以来 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 共发现汉奸八万枚 其中六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奸 两千年前 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 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 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 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 武威 张叶 九泉 敦煌 河西四郡相继设立 长城 封碎等防御工事 以及游易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游易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 邮票上的彩绘壁画《易事图》 出自玄泉至以东三百多公里的 九泉丁家闸壁画墓 月马及时的信使手持平信 快马加鞭 这是古代河西地区游易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 国家游易机构就被称为制 汉帝国的制不仅仅是传述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 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 从京师到边关 中央政令的下达 几层情报的上纵 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 都是竟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玄泉制 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军 是一个在玄泉设置的政府机构 瑟夫 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 县级以下官员的称为 赤瑟夫 就是玄泉制这个游易机构的行政长官 玄泉制由敦煌郡太守派员兼领 赤瑟夫管理日常工作 并有官徒族裕37人 船车15辆 船马40匹 还有官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 像这样的治共有九处 他们从东到西 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渠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游易体系 并进一步完善 五里设游 十里设停 三十里设驿船或制 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 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 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 归附汉帝国的羌人 官家奴婢 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及刑徒 在玄泉帝出土的汉检中 一件元康五年玄泉帝过长罗喉费用部的检毒 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十一年 正是这枚检毒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六十一年的那个早晨 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 在玄泉帝匆匆吃完早饭 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俊首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 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 帝国生机勃勃 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 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 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二十六年 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 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 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肯的中原移民 漫长的军事防御攻势 城堡 封碎 还有络绎布局的商队 昼夜穿写 串联在戈壁的驿站 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 由内地传向边疆 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挖着尤差飞驰而去的背影 智瑟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 常罗侯常慧率领下的帝国外交士团 即将经过他们一战 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智瑟夫来说 常慧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慧 祖籍山西 是横跨汉武帝 汉昭帝 汉宣帝 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一百年 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 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十九年 常慧和苏武一样 不但没有妥协 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 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慧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 之后他步入朝堂 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六十一年 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慧率领一支使团 从京城长安出发 他将途经河溪走廊的玄泉志前往西域 智瑟夫记得 这应该是常慧第五次经过玄泉志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 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 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溪走廊 他们在与肉汁部落的争斗中落败 远走西域 最终在天山西路伊犁河谷 建立了一个国家 乌孙国 在河溪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 散落着众多小国 这被张前记录下来 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 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 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 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溪走廊之后 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武力稳住阵脚 辽阔富饶的西域 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 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 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 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 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 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 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溪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兄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 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 当张谦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 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谦在第二次出使时 专程前往乌孙访问 说服乌孙首领列交迷派世杰去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忠于奏效 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 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 选派皇族女子细军公主 远嫁乌孙首领列交迷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 新一代首领军须迷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军公主 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 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 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 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 嫁给君须迷 时光流逝 君须迷死后 按照乌孙封锁 她的弟弟翁归迷继位 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 最终和翁归迷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一详 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王 转眼间 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 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 但携带着大批礼物 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 依然每年都会经过玄泉制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 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 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间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 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 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施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 解忧公主挺身而出 尚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以封夹急信函宋帝玄泉制 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 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朝帝驾崩 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她并未贸然出兵 而是决定先宣派使节 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她想到了长惠 长惠熟食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 而且她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七十二年 长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长惠应该有五十岁了 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她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玄泉寺 那也是智瑟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帝来的信函 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 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 如今两人都已保经岁月 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行事紧逼 来不及细细道述这些年彼此的故事 常惠 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 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 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 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的解忧公主 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七十一年正月 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元大将兵分五路 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物的常惠 并未出现在兴师洞中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 常惠就以校尉头衔 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玄权制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发 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 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补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顿 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 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 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 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七十年回到京城的常惠 被帝国嘉奖进封常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 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的一件旧事 七年前汉朝帝时期 西域丘辞王下令偷袭 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 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 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肯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 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中 张谦出示西域时 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 要确保走廊的安全 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获取兵打通河西走廊后 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肯移民 设置河西四军后 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 他们无势则耕有势则战 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差 在茫茫戈壁滩上 士族们一边守卫边疆 一边开荒种地修取住坝 把沉睡的土地唤醒 让绿洲充满生计 两千年以后 在九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 和嘉玉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 摩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 树边士族的屯肯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肯图 图中士族们持农具将古物扬起 紧接着就是士族福里耕地的画面 充分显示出当时屯肯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麒麟山下的河西走廊上 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 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肯树边很快得到了爆场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 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中原来的士兵将麒麟山两侧的绿洲 打理的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 到汉宣帝时期 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赤胜牛马步野 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 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玄泉至一路向西 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九十公里 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 经过千百年的封石 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库大约有一个足球场的长度 因北林舒勒河被称为河沧城 古人用船将九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 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使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 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 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七十八年 汉朝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伦台 随后汉帝国的肯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秋辞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 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 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 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 常会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 并建议 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 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 让秋辞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 拒绝了常会的请求 公元前七十年 刚刚被封为常罗后的常会 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智瑟夫眼中 常会这次西域之行 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 上次只有十多人随行 而这次却是一支五百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会到达吴孙 例行封上后 在随后的密坛中 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 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秋辞的请求 但常会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 顺道发动对秋辞的征法 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 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会的胆识打动 坚定地站在常会一边 他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 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 前往西域诸国 商讨借兵事宜 常会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 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 及乌孙数万人马 兵临秋辞丞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闲的 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 秋辞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 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会公然违抗军令 但征罚取得了胜利 为汉帝国一血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会东返长安 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六十四年 常会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尸的 汉侍郎正吉 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族 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汉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 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 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 乌孙主动上书 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 圆桂弥为乌孙太子 并请求以马、罗各千匹为聘 为圆桂弥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六十一年 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 常会将再一次来到玄泉志 赤瑟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 义战的士族 赶着马匹的商队 像往常一样 从旋旋至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 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 以移制宜等组合策略 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 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 丝绸贸易渐渐兴隆 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 又从那里出发 沿着河西走廊 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从玄泉至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 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 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章叶、孤桑、咸美、低池到陆德、昭武、齐连志、表示 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六十一年的这个午后 赤瑟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 常国侯常会的使团 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 这一次常会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 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 常罗侯常会的使团抵达了玄泉志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字节优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去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 赤瑟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 旋全至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 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茧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常罗侯费用部 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 常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营区使团 从乌孙首领到太子 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 公元前六十年 为了管理西域 汉帝国在乌磊城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 正式在西域社官驻军推行政令 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四年前在车师被常会率兵解围的汉侍郎正吉 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 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正吉传》中所称的 汉之号令版西域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 西域都护霞境越过村岭 及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共识 往来不绝于土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玄泉志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共识 沿途为汉帝国军纪延展 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 景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 汉帝国清齐国力锐意进取 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 屯均与戍边相互支撑 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融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恶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空道 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 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五十二年 在常会的斡旋下 解忧公主的长子袁桂米 已经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 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蜀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原桂米 常会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 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会 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 常会被急诏回京 后将军赵冲国去世了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 是汉帝国标柄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 常会对赵冲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冲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 更是汉帝国精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 公元前六十一年 也就是常会率士团前往西域 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 76岁高龄的赵冲国为首位河西走廊 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 赵冲国三上屯田奏 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 提出了屯田 对内可节约经费 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屯田奏 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礼 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 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 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细忙回京的长慧又一次经过玄泉池 这次长慧多待了一晚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 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玄泉池 回京后 长慧接替了赵冲国的右将军职位 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五十一年 这是一个多世之秋 刚刚策立不到三年的巫孙大首领 解忧公主的长子元桂妮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七十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 经过玄泉池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 公元前四十九年 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欧心离血的解忧公主 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 智瑟夫得知 常罗侯常慧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 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智瑟夫 是在哪一年离开的玄泉池 更不知道她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 无论对于她还是对于玄泉池 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 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玄泉池 岁月演变的轨迹 根据对玄泉池移植的考证 由汉至魏晋 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治后 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玄泉义 在宋以后 玄泉义见次淹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往历史时 便会更深地体会到 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 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 将于辽阔 沿着麒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 业逸形成 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 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 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 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 是至关重要的 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宇 对此总结道 欲保乾隆必稳固河西 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而历经两千年 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 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 保障并形成的 屯田戍边的汉帝国国策 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 部署了大量农坎部队 屯坎湖边 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 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 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 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 让 河西走廊璨的人 安法 河西走廊 礼物 尿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